一般來說,如果真的因為癡理筋問題 影響了舌頭的活動腹度、活動能力 我們會發現一個小朋友發握一些音會特別困難 例如一些需要舌頭向上移動、彈下來的音 好像是啦、打、他音 例如說你、多、太這些字 會變成你、喔、喊 你會聽到音很奇怪 而且你的舌頭好像不太懂得上下移動 另外,有些舌頭需要舌頭向前頂 然後發出一些磨擦音 例如一些嗖音 例如沙灘的沙字 或者可能星期三的星字和三字 都是一些嗖音 如果舌頭本應向前移動的力量不足 或者活動幅度減弱了 出來的效果可能會變成 Tla Time 星期三 你聽到音又是古古怪怪 但你又不太知道問題是甚麼 這些都有機會是因為有癡理筋的問題 影響了舌頭的活動幅度出現的發音問題